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延圣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69集的播出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高王观世音真心 齐请歌们传承大家持 齐请高王观世音佛光护佑 高王观世音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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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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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track2版本最能胜 身份上 baba, la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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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发藏朴师自候 生祖 T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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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作风 多半风 释迦牟尼佛 弥勒佛 阿祖佛 弥勒佛 中央与一切众生 在佛世界中生 吸引主与地生 寄在虚空中 持有余一切众生 各灵感温修喜 昼夜修志 行程求送刺激 难免生死苦 消除诸独行 我们现在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高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开明观世音 遥望菩萨 遥伤菩萨 幻属施力 菩萨 悟现菩萨许空藏 菩萨 低仗王菩萨 清亮保身 一万菩萨不光光 如来华山菩萨 念念从此今 起佛师尊 起说昼天 Viuglipote 仅寵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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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乐丽吕利 仅寵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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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这首高王观世音真经 是真佛中最推崇的一部经 快要分享完毕了 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 大家好 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延伸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68集的播出 这个集数有没有编错 应该没有 昨天是567对 今天568 好我们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 哇 Lisa Jan 今天是大势至菩萨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Charlie Wong Diamond 还有Meguang 那个夜善德 邱志伯 甘丰丽 之菁 对不对 最后姓 梁 还有谁 梁开存师兄 应该像是梁胜师兄 Richard Jean 刘春梅 龟鸿丰 还有林林 林林你好 林菲芬 Diamond H16 甘丰丽 Lisa Lin 林佩玲 Thomas 丹丹丢 Yomelike Ken Lee Lisa Jan 许慧玉 甘富达 Vicky Phan H16 Majenima Gifong Ko Lili 萧荣峰 Yomelike Joholstein 郑明达 许慧玉 辛明化 陈正峰 Jackson Ye 陈清清 陈娇峰 Yomelike Sitzenja Joelle Lowe 还有Ben Chen Dan 高玉玲 曾玉婷 Ming Ming 郑明达 Vivian Lee 还有这个谁 萧淑珍 Jennifer Way Elisabeth Jennifer 莲花淑珍 师尊的心咒等功课 Li Lin-Juan 林雅淑 陈金顺 叶惠廷 王国惠 高王金 上师心咒 叶英文 蔡英文 Nah Lee Ellian Saint 以兴亮亮 今天是7月15 中原觉 渝兰 盆会 好 7月半 再过几天就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祝我生日快乐 啊 不过我生日那天 没有网络直播 呵呵呵呵呵 Julia Share 因为刚好是礼拜天 Jolly Wong 还有谁那个 Dantan Tichu Satangia Lai yin 还有Jung Ya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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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还有那个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上期同门讲什么 那个Richard Ginn说 姚池静姆讲夫妻要维持感情 找出共同的点 昨天讲到那个婚姻进行曲 还有我们所做的善恶都会长成一棵大树 或许先善报 或许先恶报 不要气馁 要继续修法行善 没肯定可以改变命运 多修世家行 可以进化气跟不良的磁场 昨天有人问 怎么样修什么法念什么咒 可以帮助你入世出世都能够顺 善失行咒 世家行善失相依法 不要想说是什么 前世因今世果 今世命运所遭的逆境 均当作给自己的磨练 改过向善的机会 姚池静姆帮师尊打开了天眼 就可以看见了自信的心性 自信的佛性 婚姻需要互相 包容沟通 忍让 婚姻才能够持久 大家都很有经验 大家都是受害者 还有享福者 刚锋利 因果报应 有现世报 格式报 多世报 现世报 腰池基姆 蒋英明 这是昨天介绍的文章 现世报可以警惕世人 好 这个是昨天的留言 我们看今天的要讲月亮的启示 真的是美国的月亮比较大 尤其是西雅图 它位于地球的北半球更上方 离太阳月亮比较近 有时候在西雅图 那个太阳特别亮特别刺眼 有时候月亮跟太阳一起出来 傍晚的时候 那个太阳还没下山 月亮已经先上来了 而且那个月亮真的是比台湾 东南沿的那个在看的那个真的是比较大 还有谁呢 沙诺 叶又俊 你好 灰连令 陈池长 长灯云 Cherryl Comura Amya不丢 黄传义 Skymean Amya不丢 Cherryl A修六世 高王基地主经 真佛经 父母报恩咒 百字明咒 上识心咒 忏悔咒 好 修金 但 哦 陈渊云师姐 你好 尤美赖 玉梅 释迦行 地藏经 上识心咒 长寿佛经母 大白展盖玄金刚 各108回向 刘慧芳 一星 过几天上识快乐的日子 昨天已经有人给我瘦头了 祝我瘦不要比南山 健康就好了 活得快乐就好 王国会贴来14个人的功课 马尽力马是释迦行三星咒 马力之天长寿佛报父母恩咒 哇大家功课 非常的精进 回念令 别忘了把读书会分享出去 对 没错 莲花力音是 马尽力马释迦行三星咒 马力之天长寿佛报父母恩咒 好像刚刚念过 再念一次 好 今天讲月亮的启示 那师尊常讲月亮上面 月球上面有什么吗 有善吗 有恶吗 有是 有是非吗 有佛法吗 我们通常答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师尊要跟大家介绍师尊的文集 静光的抚摸 如果你没有 赶快去请购一本 或到政府博瑞帐下载 今天的第一篇文章 跟大家介绍月亮的启示 刚开始师尊讲一个笑话 有个人去一家 那个面店 叫了一碗面叫牛肉面 这个吃着吃着才发现 只有面没有牛肉 这个老板牛肉面 怎么没有牛肉 老板姐 那你吃太阳饼里面有太阳吗 你吃月饼里面有月亮吗 客人就哑口 哈哈哈哈 有个人吃着以前讲个笑话 有个去吃那个花枝面 那个台湾很多路边摊 哎呀路边摊的 比那个餐厅还好吃 培女又好吃 或者那个小店面 我都觉得 那个面吃起来很亲切 这个再过几个礼拜回到台湾 很想念台湾的面条 在这里吃不到面条 顶多是连庙上司的妈妈煮 蚝蚝蚝蚝蚝蚝蚝 我用很大的锅汁把他装回去吃 哇 那那个 那个有个人就是去吃花枝面 就吃一吃 哎怎么没有花枝 台湾呢 台湾人把Sotong叫做花枝 花就是flower 芝是树枝的芝 就是Sotong 就是那个Sotong 就是那个Squid 英文叫Squid 那那个台湾人叫做花枝 吃花枝面没有花枝 他问老板 你为什么没有那个里面 为什么没有花枝 我叫了一碗花枝面 汁又很清清淡淡 像阳春面一样 老板讲我的名字叫花枝 花枝老板娘做的面叫花枝面 哈哈哈哈哈哈 又撒蛋 所以呢 要那个去用餐的话 要知道说这家是卖什么 好 那世尊就讲说 这个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月亮 月饼里面没有月亮 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 你能够吃到老婆 那就很厉害了 你先喝口水 有一个人他去沙漠 然后就捡到一个阿拉丁神灯 那神灯就灯神就出来 主人 谢谢你 把我救出来 在我离开之前 我给你一个愿望 我给你一个愿望 你许完愿之后 那我就离开了 从此我就解脱了 那个 捡到阿拉丁神灯那个人 其实 那个千里跋涉 对不对 沙漠又热又渴 然后呢 哇 又没有得吃 那他就讲 我要老婆 哇 那阿拉丁神灯说 哦 原来你要老婆 就变老婆给他 结果呢 他最后一个字 寒冰 已经来不及了 灯神走掉了 只剩老婆 背着大家一起死 哈哈哈哈 老婆病 呵呵呵呵 下次要求愿望要快一点 如果你前到阿拉丁神灯 你要祈求什么 欸 祈求师尊 呵呵呵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不要告诉师尊 这秘密 不要告诉师尊 呵呵呵呵 好 这再讲 有些事情只有议会 不能够直接 MADAMAH 阿明耶 谢谢 赵树珠 三星周 还有KALIBBRANA 那个莲花童子的Joe 谢谢 SOTON SOTON 是那个新马地区的称呼吗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他们都称SOTON 好 军工用 Shan Bing Jan 赵树珠 罗丽华 KALIBBRANA 哇 也是猫笑的这样 呵呵呵 吴秀吉 还有这个 LISA JAN 祝会去上师 活得健康愉快 对 不要回向我长寿 记住 嘿 短寿一点 没关系 林彬寶 阿明耶 Queenie 短寿健康 应该我生日的愿望 短寿健康活泼 将来往生 跟大家同过于尽 哈哈 吊金蚕 好 还有谁 这个 谁贴来 上师星座 Diamond 黄湘 林 还有李正国 林秀英 还有曼光丽 第一次去台湾 还真的去找太阳饼 去到那里 原来是香饼 才知道太阳饼 真的没有太阳 也没有太阳的形状 只有吃的形状 牛肉面 里面没有牛肉 奈家殿下次绝对不会去 因为就是要吃肉跟喝汤 台湾很有名的牛肉面 对不对 好 那就是 师尊 常常问人家说 月亮有佛法吗 对不对 刚刚那个 几个笑话 就是在问大家 空性 对不对 那月亮 上面有佛法吗 大家讲没有 那月亮有什么吗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大家讲没有 月亮什么 有是非吗 没有 月亮上有戒律吗 没有 你守戒 要守给谁看 那那个 师尊问完这些话 自己总觉得自己悟性很高 因为这是无的事件 空的事件 师尊是要让人去领悟什么叫空 什么叫无 你可以想想看 你回到家看到你家的茶扒 有个上司他讲说他家的师姐 我说你家的师姐很漂亮 那个上司是在家的 他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要娶太太 我说你家的师姐很漂亮 什么漂亮 赤爬天女 恰伯伯 凶巴巴的 叫赤爬天女 把我笑死了 然后呢 所以回到家 对不对 看到家里的人 有时候开始 有时候会吵架 对不对 上班公司老板 然后那个 早上上班就看到老板 拉长的脸 跟你指东指西的公司 公司的同事 没有一个人帮你 或者去做法务 又怎么样 都对 你到了月球 谁是老板 谁是公司 谁是同事 谁是家里的人 只有你一个人在月球上 你只有你满脑袋的脑子里 想着你 这个在人间的事情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在月球上 你真的是找不到人 假设 这个假设性问题 是常常告诉我们说 在月球上有什么 有什么 就是告诉你周围的环境 万一变成空患的时候 你现在所感受到的 你现在感受到之前的那些压力 环境 喜欢 讨厌 还是戒律 还是是非 那在空的环境里 又算是什么 那你的心如果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感受的程度 你也没办法进到空的世界 那个空性的世界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转弯或者白天 你在修法在禅定的时候 你真的要把自己想说你自己在月球上 对不对 以在禅定 就算周围 有时候我在西雅图 周围的人有书 有讲话 有人吃东西 还有一对老夫妻在那边 练来练去 那个都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是在我自己的月球上静坐 我静坐的时候只是戴一个耳机 唯一陪伴我的就是一个咒音 还有我自己念咒 再来我就好像在月球上了 这件事情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当我静坐完毕 还有法流很强 给我灌顶 当我静坐完毕了 周围的人说 哇上司礼出定了 我都对啊 有没有吵到你 我说我根本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 要有月球观 对不对 修法要月球观 你修法的时候 还在想这些是是非非 人间家庭事业 那你还住在这个地球 那你就没办法进入月球 你就没办法进入空性 所以师尊讲的这个月球观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心 然后再来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个月球 为什么 你还没有出生之前 你也是月球 你这个还没有你嘛 还没有慧君 我是1965年生的 那1964年的时候 慧君在哪里 一片月球 还没有来到世界 对不对 你可以暂时这样观 那你将来 慧君 对不对 活到59岁 万一活到59岁 在4年5年我就走了 那第6年也没有 这个世界也没有慧君 也没有慧君的 现场读书会直播 只有重播 对不对 人也是一个人生毕竟最后 还没开始还有结束之后都还是个月球一样 这个也就是月球观 这是一个很棒的哲思 让你知道说毕竟是一场空的 那你现在所经历的种种 那你现在所经历的种种只是一时的因缘 大爱 你愿意原谅 你愿意去融合在一切 我现在过的是团体的生活 我有个习惯 人家不跟我打招呼 我主动跟人家讲 嗨 早安 人家问慧君上司 你为什么早安 台湾话早安是找老公 早安 因为台湾话台湾国语 早安 中午就午安 晚上就晚安 大家笑呵呵的 所以他们又叫我是开心果丧失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笑话 很好笑 有时候觉得客厅很吵 自己在房间里面燃灯跟政府报 不然客厅有点吵 其实吵没有关系 戴上耳机听上咒音 你就变成个人月球世界 今天把月球世界观跟大家分享 你们喜欢吗 这边一代李玉婷 等一下你睡着了 你也是进入自己个人的月球了 我爱死 娟内利 陈香梅 不以花旧 翁 蜜蜜蜜 对不对 还有这个 不以花旧 就是你 我 安娜 行义松 刘阳秋 吴秀吉 下次相依法两坛 虾行 还有两坛回乡 还有卤肉饭 你们在讨论什么 你讨论 我希望大家能够活得自在 可流变流 变走 可走变走 随心所愿 成就一切 甘丰丽 喜欢鹅啊 珠肠面线 关东煮炸薯条 当然凤梨饼 每次都带几盒 回香港 对 不要诱惑我 张妙楼 莲花旋风 甘王金金尾行走 上司行走回家 那月饼里面有月亮 那月饼里面有月亮 只有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才会讲的话 你有被追过 用爱丽 义心 牛肉面没有牛肉 那个店下次你不会去吃了 卫生我之时 我是谁 日秀俊 我们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爱努力去包容别人 对 风转 嗨 秋 秋楼一旦上司好 好 那所以呢 在前半段司尊讲月亮上面有什么 其实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可是呢 有一天一道星光化破了天空 这个星光越来越大 成了一个大圆圈 里面做了一个菩萨 头戴笔如罐 对不对 哇 那右手拿剑 那坐在灵华上 相貌慈悲 又带着威严 这是一尊大菩萨 是谁的 那么虚空葬菩萨 虚空葬菩萨就问师尊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吗 师尊讲杀身 你断了人家的生命 那人家就断你的生命 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要法会要报名 或者常常念咒要忏悔 对不对 师尊念 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超度我 这一次过去世所杀的一切众生可不可以 可以 最近我常做一个观想 观想什么 晚上睡觉了 观想那个阿弥陀佛 有时候观想师尊 有时候观想父吧 他的手变很大 按住我的头 给我磨顶 就观想师尊的手 佛菩萨的手 多多也像灰金的手 有没有像五条香肠一样 五条甜不辣一样 你观想佛的手 给你磨顶 然后呢 下一个你身上所有的冤心在主 变成黑气 进到这个手 然后呢 这个手里面有西方三圣 有四尊有年华同志 那这个 所有的冤心在主 化为黑气 灰烟 进到手 然后被佛光照住不见了 往生超度了 我最近会做这样 外上很好说 这是我发明的 不要告诉别人哦 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这样其实 没关令 是不是人到了一个年纪 会开始怕生交的 人离开往生 其实呢 我曾讲过一个故事嘛 有个妈妈 一直要死不死的 就是在临终要死不死的 后来这个孩子是归正不中的 就跟他妈妈讲 妈妈 你不要担心 你先走天上一天 人间十年 你去了七天 一个礼拜 我就上去陪你了 妈妈说 嗯好 他自己就放下了 就上去了 所以临终千万不要舍不得 要放下 好 极其佛要尸尊 等一下 尤尼尼尼尼尘尘尸 这次开心国 但是但无所得发觉行为 言语上生活变成无所谓 了解深入其中 深入佛法会变成一个真正能够正道的 所以很多那个很多的芝麻细节 当然你要专注的自我专注的自我严格要求 那你还是要自我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 尽量端正 至于别人的那些出之细节 观想佛光加持他越来越圆满就可以了 好 所以虚空葬菩萨又继续问 尸尊 人为什么会贫穷呢 尸尊打偷盈 你拿了别人的东西害人家没有 这一次你就害自己没有 虚空葬菩萨问 人为什么会堕入畜生盈呢 尸尊打邪乙 那么那个在世的时候好色 对不对 喜欢跟跟别的人睡觉 好啦 当动物你就也不会害羞 一直找动物睡觉 那个就是当邪淫的夜 那个也是一个去向 有去的去方向的向 就是你这一次有什么样的习气 不好的习气 你说我修行我可以控制 我告诉你 犯了一次就想犯第二次 犯第二次就想犯第三次 人在犯贪嗔吃的时候 像那个吃大麻一样 昨天有个新闻 那个有个人在那个什么 台湾的那个台塘的农场 给人家种大麻 种了20颗 本来自己吃的 后来觉得他长了50公分 觉得那个大麻会死 干脆去种到郊外 人家的那个农场 种了20颗 每一颗长了3公尺 自己还做了大麻 后来被警察跟肩抓到了 我告诉你犯贪嗔吃的夜 你不要想说 这个偶尔一次麻没关系 偶尔两次麻没关系 偶尔三次麻没关系 那个就像是吃大麻一样 会中毒越中越深 到最后不可赐吧 喜欢贪淫的就入畜生道 喜欢称恨 甚至后来 这个杀了 有杀生的 入了地狱道 那一样的贪嗔痴 也是像中毒一样 虚光上菩萨在问师尊 人为什么处处碰壁 一生痛苦 缺钱 个人家要钱 没钱 去求工作 人家不给你上班 人生为什么到处都 好像你想要前进 前进一步 人家把你打退两步 处处都碰壁 因为过去自己讲 骗话讲妄语 所以讲你自己有多厉害 讲说这个骗钱 尤其是诈骗集团 台湾之光 倒退的台湾之光 你骗人家的 那你骗人家 害人家没有的 人家就让你这一次没有 而且加倍偿还 所以诈骗集团 你以为你这一次 你得到了吗 你以后再生生世世 你怎么办 你下了地狱怎么办 你转世了 就算你转世成人 那你做任何事情 你什么都不顺 所以你不要怪自己说 我这个已经觉佛了 什么都不顺 应该要忏悔自己 怎么样 过去世是不是有诈骗过别人 可能说上次我怎么知道 过去世犯了什么业 你就把那个五戒十善的戒律念一念 然后忏悔 这五戒十善这一世的过去世所犯的业 所以因果都很公平的 昨天在文章上跟大家介绍 要求静母讲的英明 有的是夜报先成熟 有的善果先成熟 善果先成熟的话 不要太高兴 这个夜报什么时候来还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太得意 人活着真的不要太得意 要常常多回向 所有对你不好的 你越是他对你越不好 你越用佛光给他 对不对 让他的心化解他的冤恨 然后也不用去指责谁对 谁不对 那个没有办法讲的 因为有的事情 真的是前世因果 你哪里知道 你过去世 你怎么欺负人家的 对不对 人家求你帮忙 我才不要帮你 你长得那么丑 长得那么胖 长得那么呆 我才不要帮你 我帮你有什么好处 以前过去世 跟人家酸言酸语的 这一世你要求人 人家不理你 觉得我怎么命运那么坎坷 你都不晓得 你过去是犯了什么业 所以你只能常常祈求师尊 伸出千万只膜拜的手 给大家放光 或者求你的敬爱尊 给大家放光 化解这个当中 过去的因果跟仇恨 最主要你自己 不能存有抱怨 存有恨意 要安然承受 那人生你就会很快乐了 快乐的全员呢 其实不是在于人对你有多好 是你对人有多好 真的 你越对人家好 你越快乐 快乐全员呢 是付出 而不是说人家要对你自己有什么回报 快乐全员是你主动去爱 这个就算打招呼也可以 对不对 主动去用你的内心去拥抱众生 而不去求说众生要对你要多崇拜 这个众生是属于我度的 他一定要听我的 占有的 自私的 那种人是永远得不到快乐的 那徐皇上菩萨问 为什么人际关系是非不断呢 实际讲 饮酒 喝酒 头昏昏的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7月半 那个电梯门口 清晨四点 电梯门口躺了一个人 这个大字形的 大小的大 躺在那边 哇 死了一个人吗 大家过去看 已经昏了 后来请了警察 警察就给他敲敲太阳雀 按一按人钟 啪 原来是醉酒 喝到醉到 好像气要断了 后来他醒来之后 要上楼梯 他以为那个床 那个楼梯前面的地板 是他家的床 所以这个喝醉酒 这个里面讲到 好像梁环保餐也有讲 讲说这个喝醉酒 往生了还会堕入 地狱的分池地狱 那喝醉酒有三番三十六种过失 何况说是人际关系 你喝醉酒了 可能你骂人 骂得很爽 把心里的怨气 啪都讲出来 喝酒还会有幸运的 还会有欲望 我是常常看到 那个报纸新闻讲的 喝酒犯错事情 自己都做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所以人际关系不好 这个也是 所以虚空上菩萨就跟师尊讲 卢师尊 我问的问题 你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回答 这样虽然不错 但是其中牵缠着很多的因缘果报 你不能只讲圆满次第的空 那也需要讲升起次第的有 如此才能够完美 这虚空上菩萨 他是智慧尊 告诉师尊 对不对 虽然我们前半段讲到月亮 对不对 但是后半段也要讲到什么 这些因果循环 因果报应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先来制成的来回向 感谢师尊写出这么棒的文章了 我们来提醒师尊放光加持 大家守戒亲近唱上师心咒 感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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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至成的息回向我们伟大的师尊 愿师尊长住世间 长转法轮无助立盆 愿台湾空气 PM2.5赶快退散 愿师尊师母赶快回到台湾 师尊师母 佛体安康 好 看看 哇 灵秀英贴来了 三十星宗三十明 金刚守菩萨 高王金 正佛金 尊正宗 玛丽之天的功课 吴凤真 丽花 爱丽丝 要多做布施 只说实话 诚信爱说 克制恶口 柔软与伤害 双方的话 不要讲念经 不要闲聊天 所有义的话 修法去用义力克制 伤害自己的不作 然后 这个干风力 这个酒啊 这个饮品 小仪 小卓 一起 大喝伤身 过去的事情 须不知 现在所能做的存在 一切好坏在其中 竟然能保持善念 才不中 下一世来的苦报 杨格林 已经这类的人 相当多喝醉了 还有人躺在大马路上 警察来叫起床 都没有办法 最后是他老婆来 这床好像还不错 这个算不算贪悲了 像那个年轻的女生 在酒吧喝酒喝醉了 就倒在人家店门口 被路边的人 剪尸 剪尸体 剪尸 拿去被侵犯了 Abin BW 黄振辉 孙焕 还有 Richard Jean 请求师尊跟敬爱尊 化解前世 跟自己有冤了 有结了怨恨的冤情 颜秀 人都是认为别人对不起自己 人都是比较喜欢检讨别人 比较少检讨自己 所以呢 我们修行 修这个心当中 会遇到很多违缘 很多逆境 那你自己要懂得去用佛法来超越了 陈定维 Cears Jean 修立《刚王经》 《一百遍》 《何文艳》 Richard Jean 喜欢贪淫 夏出神道 喜欢偷盗的注定贫穷 喜欢诈骗的注定被人骗 要常常忏悔自己前世所造的业 好这个是已经人都会有贪嗔痴的念头 但是自己如何转化 好像又是一番考验 如果今生不休息 来生也会比较辛苦 David Lotus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念到名字的同等的 欢迎你 下面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善光如来》 因为师尊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 善光如来就是文昌帝君 师尊有介绍到武文昌 夏季毕业季 很多考生都会拜文昌 还有拜孔子 希望考试能够如意吉祥 文昌就是让你能够有文采的 考试能够顺利的神明 这篇文章叫做《善光如来》 很少人知道善光如来 但是师尊的书上有提到过 有一天善光如来出来了 他流出百宝的光明 教人们修行走出了第一步 那师尊知道这个善光的这个名字 像古代印度吧 波斯尼王有一个公主叫善光公主 一切佛名今有一尊佛叫善光佛 八十八佛中也有一尊如来 叫金善光佛 但是师尊这个提到的善光如来 却是文昌帝君 成就了佛果之后的佛号 那师尊曾经请教善光如来 如何行善的问题呢 师尊问善光如来 很多弟子他经营了餐馆 那他们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行业 请问如何不杀生呢 对不对 我们有弟子在台中开海产海鲜 每次他看到师尊又很高兴 做了很好吃的活沙海鲜 那那个他就这个 这个弟子又没办法离开这个餐馆的这个沙业 那怎么办呢 善光佛讲 他们要不念往生咒 替自己的沙业持咒 等于超度了被杀的生灵 念越多越好 那善光佛原则上是希望 这个开沙业餐馆的餐厅 还是尽量转行 真的不行的话 也要念往生咒来回下 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 那另外善光佛讲 也要护生 保护的护生命的生 就是要放生跟保护 所以这个真的不得已 就是做这个沙串的行业 但是多念往生咒 这个应该很清楚的 大家明白了 那世众就问 那那个又杀又户 不是矛盾吗 善光佛讲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所以佛法还是有一些善巧方便 让最主要是不要心存杀念 有时候杀生 不是你杀动物 是你讨厌一个人 恨不得这个人早点去死 这个已经起了杀念了 讨厌一个人 讨厌一个事情 诅咒人家 这个都已经是起了杀念 还有研究杀的东西 看一些打打杀杀的影片 那个其实都对自己的那个平静的心心海 心波不好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会扰乱信念的 那世众就问 如何不偷盗呢 别人拥有的东西 想把它变成自己的 如何不偷盗呢 善光佛讲 这是修养的问题 要从教育上着手 是别人的东西 就是要尊重 千万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要如此想 如果别人拿了你的财物 你会如何 那又说要不失 所以呢 有一些 当然大家都是不会犯偷盗的 那有一些地方是教育比较落后的 他觉得拿别人的东西理所当然 你去到一个一些观光区 猴子 你明明在吃西瓜 那那个猴子在你旁边 哇很可爱 啪一手一拿就抢到什么 你的西瓜在那边吃 而且看着你 一边吃来看着你 怎么样怎么样 你做得过我吗 我吃给你看 得不对 理所当然 这是畜生道德 拿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人会不会变成这样 有些比较教育落后的人类 我是看那个新闻 真的是会这样 有的是因为是难民 逃难 那他没得吃 他就只好用枪的 也是有 这个因为社会背后的环境 所以呢 这个能够尽量的话 尽量去做教育的工作 还是要看到他在犯案的动机背后是什么 我听说有孝子 也是这个 这个孩子是很孝顺的 但家里很穷 父母亲没东西吃 他就去抢人家的东西 回去孝顺父母 虽然这个方法不值得鼓励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在犯这个错的时候 要告诉他错在哪里 但是也要知道他的背后的动机在哪里 那能够给予帮忙和社会给予关怀 这是最好的 那有的是抢人家的业绩 那就哇 有些公司行好 为了竞争 为了业绩 然后呢 自己的客人被别的同事抢了 很难过 所以你要多修敬爱 多修这个财神法 希望这一切能够圆满 反正无论如何 不要去抢人家的 好 师尊就问上官佛如何不偷盗 哇 今天讲的都是因果业报 都是讲戒律 不偷盗又是什么呢 如何不邪淫 先讲不邪淫 哇 就是上官佛讲 自他互换法 你愿意自己的伴侣去陪别人吗 要尊重他人的伴侣 现在的人都外遇 对不对 那个外遇的新闻很多 反正现在的人 道德新开放 已经结了婚 另一半 自己的配偶 还会有那种心 看到那个别的异性 还会有一种兴奋的心 然后想要跟人家交往进一步 甚至做超友谊的事情 这个是犯邪疑 可是想一想 如果自他互换 自己跟对方互换 愿意破坏人家的家庭 那你自己的家庭这样 你愿意说自己的家庭 也被别人破坏 这就是自他互换法 那上官佛又讲 除了自己有堪能的 可以修双生的 度化贪者成就其他都不行 不过这个我们大家想都别想 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次第来修行 那师尊就问如何不妄语呢 不讲骗话呢 上官佛讲 不要东边的跟阿花讲阿雄的坏话 跟阿雄讲阿花的坏话 两边让人家吵架 这样不好 这叫两舌 那要如何不妄语 要讲真实话 如何不两舌 上坏对方的话 不要讲 只能够念佛 那如何不恶口呢 上官佛讲爱与克制恶口柔软语 尽量这个话语能够柔软 不过呢 要讲柔软的语 让人家听起来比较舒服温柔的话 一定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自己的心态不是这个暧昧的语言 叫柔软语 也不是讲话够善 那有很煽情的 这个也不是 讲话是像妈妈很慈悲孩子的那种 那种温柔的心 自然的展现 麻烦你帮我拿个杯子啊 谢谢啊 哇 谢谢你今天做得很棒 那这个 你这个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谢谢你 哇 一直做得很好 有一种鼓励人家的那种 对不对 比如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做得比你更好 你做一样 这个东西 我可以做实样 我比你更高 哇 这个柔软语 这是柔软语吗 这个是凶狠语 是比较是吃醋 是嫉妒 这个就不好的 以前有遇到过一个 后来呢 我也是觉得说 哇 这个被人家嫉妒了 自己那个 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被一些人称赞 那大家解散之后 那个人就跟你讲 你做这个事情 我是做你的五倍 怎么样 然后就讲话 就有点针锋相对 我听了说 我也吓一跳 没想到这个 小小的被人家鼓励 背后会有人觉得说 他很不舒服 后来呢 我也是默默的 给他修法回下 希望师尊 活物萨 用红色的光 给他加持亲爱 一定要这样子 你如果说针锋相对 你说 哇 你欺妒我 你那个吃醋 好 我就让你更生气 如果有针锋相对的心 我告诉你 下一次你准备跟他成为夫妻 有时候夫妻是这样子 为什么夫妻不合 就是上辈子跟人家针锋相对 来世就让你更针锋相对 所以人生的八苦有个叫怨正惠苦 讨厌的跟这个讨厌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那个爱别离 喜欢的就离开 讨厌的人就聚在一起 就是三一辈子没有好好的修缘 这个因果 所以 如何不恶口 一定要爱与还有克制恶口 克制自己的话 不要讲话 尖酸刻薄 一句话叫让人家死 这种心态千万不可以 如何不其余 讲那些是非八过 还有色情的 那善观佛讲不要闲聊天 要说有意义的话 求法去 那饮酒吃毒呢 吸毒呢 用毅力去克制 伤害自己身心的事情 不要做 那善观佛讲 卢斯尊其实你是明白人 但教他人明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行善 行什么实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欺语 两舌恶口 不贪 不撑 不痴 十戒 十善 好 哇 美国令 只要一个人看你不顺眼 你再多好 他也是 还是你 还是看你不顺眼 对不对 你不要去奢望 每个人都喜欢你 而是你喜不喜欢大家 我觉得自己开心 你常常保持很开朗的心情 那你在表现上就是充满着热情 你会把你的热情带向给你周围的人 让周围的人也会看到你压力都没有了 这个这样子就好了 其他的根本不敢奢望 K-S-N-G 修行人能够严守戒律 才能够脱离因缘果报 Jenny Ong Desindy 吴美燕 曾经我在展望会当志工遇到高风险家庭 很多家庭 其实小孩并不坏 有的是因为说话方便 在小时候父母自己真的没办法 教这个小孩没办法表达很清楚 他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拿了 小孩谁不拿 看到喜欢东西 还是得教他们可以这样子 以前教育家 他就说棉花糖实验 把那个小孩几十个在一起 每个人发三个棉花糖 告诉他们在17分钟之后 如果你不吃这个棉花糖 三个 那等一下过了17分钟 你没有吃这棉花糖 我再给你三个一倍 就这小朋友 有的可以忍 有的不能够忍 有的17分钟 哇 非常的救星 一直想吃 那这棉花糖 左看右看就是不能吃 过了17分钟之后 他就有六个棉花糖 已经吃到三个的 哇 他吃得很开心 这是在训练小孩怎么样 等待 这个长久的等待 下一刻会更好 后来这小孩子就长大了 那能够等待的小孩子 后来就是成为 这个公司 公司里面的 公司里面的高阶主管 原来从小就让他有这种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做事情不要暴冲暴怒 一下子就想要 有他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居然影响到他长大了 这个是心理学的 和文艳修行应该是忏悔 以避免厄缘的种子发芽 上官主来说要持往生咒 替自己石杀的业障持咒等于超度被杀身 你念越多越好 小丽 还有以兴队很多同门都开海鲜餐厅或建有的有那个昏的餐厅 没办法知道多年往生咒了 有还有Apple Lens 上官佛对不对 上官佛就文昌帝君 证明他喝醉酒这应该是中国小姐姐比较多吧 在抖音上时常有啊 傅司锦司节谢婉宁 傅司节你晚上好睡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上世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也必须跟同事有摩擦 因果无可避免 尽量还是要这个用修法来回向了 我年轻 哇手机没有电了 那很想再念每个人的名字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 哇 你们已经十一点了 这里已经是八点零一分 节目最后我们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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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 两篇的文章很棒棒都对 一篇是讲到月亮的启示 一篇讲到善光而来 都在讲 虽然是圆满次力的空 但是还要去学习生起次力的有 当然大家都知道空性毕竟不怪 可是还是你在英国的修行 还是要懂得因缘不报 要懂守戒律 要懂得修行修正自己 原谅别人 简单来讲就这样 我们谢谢师生朋友的教导 明天晚上十点 联系和我们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欢迎订我们的视频 按赞和分享 谢谢